脫下西裝外套 一掌童子偉快步走進阿信豆漿店裡面 和老闆娘熱情打招呼 而且不用點餐 老闆娘就已經知道童子偉要吃什麼 等到童子偉一坐定 火腿蛋餅加奶茶的套餐組 就跟著送上來 因為這是童子偉每次來必點必吃的組合 他的蛋餅世界好吃 世界級的好吃 就是他位在我們NH的硝山路上 每天早上我想大家都知道 附近的人都要大排長龍 所以我們為了這個也要把騎樓整平 機車停車格整理好 讓大家方便來採購 然後不要並排停車 先跟大家說一下 吃完以後你會愛上它 然後你會丟丟 基本上會對其他老闆很不好意思 我跟你說 因為早餐店很多阿 但是每一家都有不同的特色 因為我還蠻習慣吃他們的手藝阿 其實失誤吃的是一種味道 也吃的是一種感覺 然後也是一種 小時候的記憶 那個姊姊煮出來的有點像 以前阿嬤幫我做的早餐 就是小學的時候 阿嬤還在會幫我做做早餐 那它那個蛋阿 我最喜歡吃它那個煎蛋的那個 不會太濕也不會太乾的 那種剛剛好 濕度要剛剛好 就是專注完美 近乎可求 就是肉感 因為你太濕會有點太 不知道怎麼說 但是要乾濕度要剛好 這是我對蛋餅的最大的要求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威每天行程滿檔 但是無論怎麼忙 總會抽空到仁愛區孝山路這家阿信豆漿 享用自己最愛的火腿蛋餅加奶茶的組合餐點 童子威百吃不膩 就是愛這味 因此這套組合也被老闆娘稱作議長套餐 我作為一個姐姐 弟弟每次來她要吃什麼東西我都會知道 然後第一次來就先問她你要吃什麼 她一鍋開口說她要喜歡吃蛋餅 奶茶是我以前我有做過飲料店 所以奶茶是我比較拿手的 豆漿是我先生比較拿手的 所以奶茶也是她最愛的吧 每次我都跟她拿手也都給她請拿喝奶茶 一般早餐店的奶茶絕對不是這樣 我是鹽汁鹽味我不加冰的 就是直接做好放冰箱冰 現在喝肯定還不會冰 只有溫溫的 除了議長套餐之外 每天現煮現熬的豆漿 以及現做的水煎包也讓童子威十分稱讚 而燒餅夾蛋火大要酥一點 更被童子威稱為世界一絕 我是自己因為我都固定套餐 我都沒有什麼在換 那其實他們有很多 比如說燒餅啊油條啊 其實也都非常的道地 然後他們的豆漿也是早上在這邊現做 現磨現做 待會可以讓大家來看看 所以他們其實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個傳統早餐店 我們蠻喜歡的 其實也在後面很多人 早上都一大早清晨 所以他們每次找我吃飯都要很早 因為早上他們開上清晨 明天一點 他們有一個我其實蠻喜歡是他們那個水煎包的 水煎包 之前姐姐妳還有弄過一個那個叫什麼電話 燒餅夾蛋 燒餅夾蛋 火大的 世界一絕 火大的 火大 火大 要輸一點 對 火大要輸一點燒餅夾蛋 你們要來吃一點 我要吃火大 世界一絕真的 就在我們仁愛區 從大牌長龍買早餐的顧客就知道議長同志偉所言不假 屬於新移民從大陸安徽來台定居的老闆和老闆娘 融合家鄉安徽麵食類以及台灣口味的各式早餐 早已經吸引許多民眾朝聖成為粉絲 同志偉力推阿信豆漿 大家走過路過千萬不要錯過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